嗨大家好,這次是約世界 最近這個 這個手勢好像很夯 想必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手勢是什麼 不管你是支持或者是反對 然後 其實我今天有 稍微看一下那個韓市長他的 針對6月6號 罷免事件 他希望韓粉不要出來 就是到高雄市或者是說 在地的高雄市民支持韓國瑜的 市民應該要 就是 不要去投票然後去監票 但我覺得整個影片來講不管說音樂或者是一些被子 其實塑造出來的形象跟感覺就很像藍營 很舒服然後 很溫馨的感覺 不過像某個黨就 非常激烈 我偶爾 最近偶爾還是會去觀看一下一些 他們市議會 就是在背詢的情況 雖然我沒有很滿意 韓市長他的回答 但有些可能是被剪接片段 我沒有去看完整的片段 但 原則上 我對那些 太過於激烈的 問答 對那個 我覺得對那些市政或是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幫助 包含說他們 一開始 一直在 批鬥之類的 我覺得說 所謂的一些問政 問了什麼路 或者是什麼 哪些 哪些廟什麼之類 我覺得對於市政來講都沒有什麼太大幫助 那那些視頻 想必在網上 都 很多很多 也不需要 想看的可以去看 那其實看到想 當然你如果認同 另外一黨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問得很好 問死他 罵了混蛋 對 對不起 不能罵了 收回 就是說 我是站在他的角色 角色去 去說 某個人怎樣 那原則上我覺得說 我們 他們已經失去了 真正想要問政的一些心態 我覺得 這樣是很不好 就是 感覺就是 不怕而死 反正我就是要弄死你 所有的 不管 是 黃 黃差 那個女生 那個議員 翻白眼的女生 那或者是 一些所謂的 不知道五小婆六小婆 我也不知道 看到他們問政 真的會 不知道 不知道 要用幾條線去 加入在我的臉上 我覺得說 那些問政對於高雄市來講真的是好事嗎 我不清楚啊 或許高雄市民清楚 那 不管 韓國語有多少東西跳票 我先講影片好 影片的內容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唯一我覺得很有問題就是 監票這回事 今天 不論你贊同或不贊同 你如果假設你角色對換好了 你是那個 要去投 反罷免的那個 人 然後 另外 贏的說 他 大家 不要去投票 去監票 看誰去投那個 反對票 那你做何敢想 誰想要被監視 我覺得沒有人想 應該這樣的說 舉例來說 拿 那個 同性來講 其實 同性他就這麼回事 他 一開始 雖然是 沒有算合法 但是最後他還合法 那他要推動合法過程中 其實 我們站在角色 是 我沒有辦法贊成 我沒有辦法認同 但是 我並不會去反對你 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也沒有權力去反對 任何人 想要做任何的事情 在他做的那件事情是 基於 不會去影響到別人自由之上 而所行使的一些自由權 那就是所謂 法律付給我們的自由 包含說 所謂的 這次的投票 或者是罷免 我覺得 不要去 搞什麼 所謂監票 你一監票 說不定會引起更多反彈 那你想支持他的心 或許會 或許會 會有反效果 其實所有的東西都要看最後結果 現在講 都沒有什麼 我覺得任何做法都一樣 之前韓國瑜說要蓋票 不要看 大家 其實我心也就是說 那個 我覺得 之前做得很爛 然後 他的一些 政策 我也無從 去講什麼 因為 我們要去批評一個人的同時 我覺得你要有一個心態是說 你能不能做得比他更好 如果你不能做得比他更好 你批評人家是沒有什麼太大意義可以的 那你就只是批評 對於事件來講沒有太大幫助 今天 你要去批評一個人的好或壞 你必須 拿出 如何讓他做得更好 我覺得啦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怎麼覺得 當然 現在太多的 的那個 人都會 只要看到某件事情他就會馬上的想要去 剖析或什麼之類 或者是馬上就出手攻擊 那我覺得說 攻擊是一時啊 爽快也是一時 可是 對於 整個社會的環境來講 他不是 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所以 我覺得 當然 監票到底會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 很難去論定他 他最後的結果會告訴我們 如果 大家去做監票 那造成效果是怎麼樣 最後的結果就會告訴我們 那所有的動作來講 都沒有所謂的 對或錯 我覺得 就只有好或不好 會不會影響到他而已 那 監票這件事情 你就用站在同理心的角度去思考 你如果 被監票 你有什麼感想 你會不會更不爽 你會不會更想做什麼事情 那如果會的話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如果 你想要讓某個人 繼續留在某個地方 做某件事情的話 其實 對我來說 我覺得說 當 韓市長去選 總統的時候 沒錯 我那票確實是投給他 但是我 我會投給他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另外一黨真的做得很爛 所謂的他們 那種 野心跟一些慾望 表現的張力太大 而且控制了所有的 輿論 言論 然後 很多都變成一言堂 他們 他們所謂的 很多事情就是被他們所控制 包含 包括 可能很多資訊來講 這都是 一向很不好的事情 但是 沒有辦法 所有的資源掌控在 某一個 地方的時候 那個 傾向就非常明顯 當然也無所謂 反正 我們 我們的立場就是說 不管誰選上 我們希望他就是好好做 然後 帶領人民可以 走向一個 比較好的 地方 所以我覺得說 不管誰 選上或者是 弱選 我覺得選上我們就祝福他 然後 希望他可以讓我們 走向一個更好的道路 而不是 我們 每天去批評他 然後找他麻煩 我覺得說 找他麻煩 並不會改變 事實 那 倒不如說 你針對他哪裡不好 你提出一點什麼意見出來 來去 來去 support他 然後 或許他會看到你的想法跟 跟看法 然後 或許他會採取 也不一定 那 你去做批評 也只是引起一些仇恨值 仇恨值並不會讓台灣 或者是說 中華民國有更加進步的空間 或者是 在民主上 有更加和諧的 和諧的感覺 那 還倒不如說 我們就 去觀看他 哪裡做對哪裡做錯 我覺得說 你說韓市長他很多東西有跳票 我想問哪一個政治人物 什麼票不跳 可以舉例給我聽嗎 我相信通常那個跳票的一定會比對線的還要多啦 一定是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 你當然可以很 很不爽的反對我 他怎麼可以跳票 什麼愛情摩天輪 什麼什麼什麼挖石油 我 可是有時候有些感覺是說 那 回過頭來 我會去看一些 影片 他們會去 有些直播主他會去訪問一些 呃 所謂討厭韓國語的 或者什麼之類的 然後 再加上我自己親身體驗 我 我們選前 其實我會 去問一些人 我說為什麼你會想要 反對他 但 通常都是說不出個說言 就是別人跟著說 他就跟著說 那 我覺得這樣很可惜 我覺得說 所有的人 不管你知情或不知情的人 對某件事情造成影響 我覺得都是所謂的加害者 今天你 你可能不知情 造成這樣事情發生 那 或者是你知情 或者是你 沒有那種知的能力 都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 原則上 不管走到走到哪裡都一樣 都是一件 怎麼說 不好的 不好的發展 那 我覺得說 我不會講 對我的感受來說 很多 看我看到的影片 我會感覺說 某一黨的那個 不管是支持者 或者是 本身的人物 他們的那個 怎麼說 都非常的 帶有帶刺的感覺 我覺得 我並不是說 支持所謂 國民黨 或者是國民黨系列的一些 候選人 他們就比較溫和 然後 比較怎樣 你可以自己去比較 包含說 問證的時候 感覺 但不是每個人問證都那麼兇 或者是每個人都那麼的 溫和 但重點 問證的過程是 那些市政 真正對於市民的幫助是什麼 而不是說 要某個人道歉 要某個人鞠躬 然後要 某個人怎麼樣之類 我覺得 這種事情都是對於 所謂的市 市政府啊 在推行一些市政 他們做監督的工作 沒有 太大意義性可言 那你選出來的那些議員 他們真正有 很努力去問你做事情 你選擇他的理由 到底是什麼 那 你support他 就是 讓他當上這個議員 當然 每個人認知不同 每個人 就是說 我的想法是對的 那所以 不管怎麼講 他都會覺得說 他是對的 所以有時候這種東西 很難去改變一個人思維 就像你很難去說服我說 讓我覺得說 現在 某個黨做得很好 雖然說防疫做得很好 可是很多 事情在政策上很難去推展 或者是說 包括說 光發個什麼 怎麼 紓困金就搞成這個樣子 很多政策來講 我覺得都 不會說太 讓我覺得 OK 那 假設如果他換 他 我不知道你們有這種感覺 他們就是 上面那幾個位置的都是 那幾個人在 可能 可能 A換到B 他換到C而已 那 對於 真正 那個子學上 需要的專業領域 真的是那一個人就能 handle嗎 他能勝任嗎 我不清楚 但 我沒有坐在那個位置 我也沒辦法去評斷說 對或錯 我們只能看 最後的發展的結果 來去 論斷說 這個人做得如何 但事實上就是說 我覺得沒有說做得很好 或者說 有些政策上面 很 很奇怪 然後 反正 現在的言論也是都偏向於那 那一邊 所以不管他做得好 或不好 每個人都說 覺得他做得很好 但是你心中思考 自己去判斷說 當你去 觀看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 所帶給你的感受 是什麼 當然 很多事情 所謂的是非對錯 沒辦法 沒有辦法說 每一個人都會很認同 在我眼中的事 說不定在你的眼中 他是非 所以 當 你在 評論或 哪些事情的時候 沒辦法讓很多 事情很客觀 很公正的時候 你就會 一路的偏向某一邊 但我覺得說 今天 韓市長出來 拍了那則影片 回到 這個影片 想要講 訴訟的重點 就是說 不管6月6號的 結果怎麼樣 那 他所提倡的那些事情 我覺得說 他 希望支持他 不要去那邊 也是對的 因為 你去到那邊 對於現場也沒什麼幫助 你無法去感化那些 那些想一直比 這樣的人 他會改變形意 去不想要去 不去投那個票 那倒不如就不要出現 讓 他們安安親親 投完就好了 那就算最後的結果 他真的下台了 我相信 我相信 他做的很多事情在高雄 很多人有看見 那 很多人不管說 那些 所謂的 直播主 或者是 所謂的一些 YouTuber 他們在 拍的那些影片 那些都是實證 那 真正的 實質的政策出來 那對於市民的感受如何 那對他們 對高雄市民來講 什麼是最重要的 是 Ki mochi最重要 是 面子最重要 還是說 認同感最重要 或者是說 高雄的未來發展最重要 由他們去決定 而不是一些 其他的人去 智慧 某些事情 然後來去 去影響他的發展 那不管怎麼樣 個人認為 韓國瑜市長講的那句話監票 就有點太過了 因為 他當然很理性很和平的 很慈祥的 去講那句話 但是 身為一個 被監票的人 你會作何感想 那如果你 造成那樣的反效果 是不是會 讓更多的人 心情不愉悅的 想要去 投那個票 我不知道 把他 其實我覺得 就是同理性問題來 把你想監票的那個 立場兌換的時候 你作何感想 如果你不希望被監票 那會不會引起更大的反彈 然後找到更多的 他們不想被監票的 或者是他本人沒有想要投 他就說 靠 他給我監票 不爽 我就扣個電話 找我朋友說 他本人要投票的 我就硬拉他去 然後 就多 一個 反對 投 同意 那個 罷免的票 我覺得這次沒有太大必要 你可以選擇 去 去投 投不贊成票 或投贊成票 那不要去 控制別人 我覺得說 我們台灣是一個 算民主 的社會 那每一個人心中的 理想 都有每一個人 想像中的空間 那不要去 不要去破壞到別人的選擇權 不要造成別人的壓力 不管說 我有看到節目有人講說 我會常聽維翰哥的節目 他 有一個 那個觀眾 他就call in 跟他講說 他要去記下 誰誰誰誰 去投 同意票 我不知道你 你憑什麼知道說 可能是他 有掛什麼 之類的 你會覺得說他就是 那他 也不需要去記誰誰誰 我覺得說 選完局 過了就過了 不管 留下來或者是離開 生活還是要過 生活是人 每一天都要過了 今天不管誰選上 或者是 就沒選上了 應該是要 回歸你自己正常生活 來去 把自己的日常給打理好 而不是沉溺在 那個事件裡面 那個事件裡面對你來講沒有什麼 會有一點點影響 但是我覺得不會到很切身的感覺 就算 我們在怎麼樣討厭817萬還是大勝 那大勝的結果 又怎麼樣 我們日子還是要過啊 明天太陽還是要升起啊 我還是要去上班啊 難道你就這樣不用上班嗎 我 總不會支持 蔡英文的 那810萬票 817萬票 投給蔡英文之後 蔡英文就 當選 當選之後 其他人 那些人就不用 上班 不用上課 不會吧 還是要上班上課嗎 人還是要面對現實 我就說 就 投完 那 過就過 不管 某個店家他投的是 贊同或是反 反對 那你 也不需要去跟他 過不去 我就說 政治是 一時的 那 我們 生活才是一輩子的 你應該重視的是說 我們如何讓 今天即便是 韓市長離開了 那 之後換某個人 上來 那還是希望說他可以把 高雄帶得更好 讓 高雄 進步起來 你不要小看某個地方進步 高雄進步 然後台灣的某個地方進步 台灣的所有競爭力就往上提升 台灣競爭力往上提升 台灣的那個 整個經濟水平數值也往上提升 那大家的生活就會變得比較好過 這樣才是重點 重點真的不是在於說誰當選 當選了 你還是要過 你要過日子 重點在於說 就是投完他之後 看看 看票的 得票率 然後你贏了 就kimochi很爽 你輸了就kimochi不爽而已 那怎麼樣 還是要 你還是要張口吃飯還是要喝茶 不是嗎 難道你要因為某個人 因為某個人被罷免然後你就 茶不吃飯 飯不想 我想太可了吧 你還是照常的給他吃喝拉撒睡 那日子生活還是要過 那何必去把他看得那麼重要 我覺得說 不管這個 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不要去做這個 這個 我覺得 不太好 就是說 如果 立場兌換的時候 你要怎麼審 你會怎麼說 你會怎麼想 那如果 造成反效果的時候 會不會讓你的 你 最初想要達到的一個 效果 反而是不好的 那既然如此 何苦 何不 就順應彼此的想法 當初那個什麼公投 公投已經去啦 投了 你投了怎麼樣 花那麼多錢 結果 有一個 同性的有過了 那同性 我沒辦法同意他 你知道我是 我的想法是怎樣 你知道 假設我一點點單身好 那 我 找不到女朋友 我還支持他 相信 我怎麼可能 對不對 重點在於說 這東西是 他 可以被 你說 他沒有辦法 沒有理由 去反對他 但是我也不會去支持他 不會去 但我不會到不認同他 他們想要怎麼做是他們的事情 是他們自由 只要他們的自由 不會去侵犯我的自由 情況之下 我覺得 這些事情 都是可被容許 而且 我覺得現代的人 太缺乏這個觀念 只要每 某一個人跟你的想法 或觀念不同 你就會很 去 排斥他 然後會造成一些 反社會情節 出現 或者是 很多 事情會有一些 壓力性的存在 然後 你沒辦法去發言 或去 跟別人講說 你想要講的是什麼事情 這其實對於 現況是不好的 那不管怎麼說 很多事情是 需要去被討論 那重點在於說 不管 六六號怎麼樣 那希望就是說 有一個好的結果 那不管 所謂的 寒粉或者是說 寒黑 那 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我覺得 沒有所謂的對錯 在寒黑眼裡 寒粉做的事 你就是錯的 在寒粉的事 事件裡面 寒黑做事 你就是錯的 你去跟他爭辯 或是怎樣 都沒有辦法去改變他的想法 跟 跟 跟他的做法 那 那 就 我覺得 就 彼此去互相 互相去 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喔 揍了好多 好啦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說 到 最後事情的發展 結果會如何 我們就用看下去的 想法去 去就好 不需要 太過於 堅持 或 怎麼樣 其實也有很多 寒粉想法說 啊沒關係啊 反正韓市長那麼累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也蠻心疼的 他去 雖然韓市長有些 被選的時候講話 不是那麼得體 或是什麼之類的 我也覺得說 韓市長 在這樣講話 韓粉會生氣 但是我覺得說 韓市長還不夠那個格 去做那個所謂的總統 雖然說我投票還是投他喔 我真的是投他 但我說不夠那個格是因為你要思考一個點是說 當你身為一個中華民國總統你去到一個公共場合 或者是說 你身為一個 中華民國的領袖 那你在 某地方講 某些 話語是 沒辦法被接受的 我覺得 這樣也不太好 身為一個 走出去 站出去就是代表我們 我們喔 代表的是我們 那他的 一言一行 都會 牽扯到我們的 所謂的 面子 我也要面子 但是 回歸到 最最最初的那一點是說 很多人說他會願意為 中華民國的戰 我不曉得 當事情真的發生說 你敢拿起那個 板機 然後你扣銷板機 去 去殺敵嗎 或者 你要等著被殺 一定要不會想要等被殺 那扣銷板機幹掉對方那瞬間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不清楚 我覺得我不想要這種感覺 所以我會 想要去主動挑釁對方 所以我選擇了 我想要選擇的選擇 但是 有些人會很 很自然而然講說我會捍衛中華民國然後我會站到一兵一組 或者是我要拿著掃把去跟對方打 我不清楚 那也是一回事 反正 我還是希望說 我們就 我這一生我希望不要戰爭 那我 不管模模模糊糊的 模模糊糊的去過這一生 或者是說 裝實去過這一生 我覺得說 我都不要想要走到戰爭那 那一個階段 這個 我不想在戰爭中 不管是 丟掉我的小命 或者是 撒了一隻手 我覺得都不太好 那以上是 我的 這則影片 那我覺得說 就分享給大家 了解說 有關於6月6號罷韓的 看法 韓市長 拍那支影片之後的看法 那不管韓粉 或者是非韓粉 之後想要怎麼做 就希望 會有個好的結果 那以上是這則影片 感謝大家 拜拜